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建会的暴力对决 关键方是兄弟团队 最大方是生日快乐 那生日最近也是一直在练习这个师伯加魔王的阵容 一直在练习 不知道到了复战的时候会不会使用 那对面上的是一个凡素武装师伯加魔王 兄弟这边还是双血神 一师伯化身家帝国的组合 鸟阵也是被封阵大克了10% 开场第一回合 直接就是一把点杀 这开场的点杀 谁也防不住 后续看一下对面方 这个212能不能打出效果吧 毕竟兄弟这边抗性不高 抗性不高 212打过来 那个伤害那个爆发呀 尤其这个版本的魔王 爆发力实在太多了 师伯那边先变身 连环戒 再跟师伯里 那下一回合 就不一定点师伯了 可能是一手深冬极其 因为下一回合 关键方的点杀能力其实是很弱的 两个雪神木跟师伯都要休息的 前排的叶楼塔 咱们看一下 还剩下几个 下回合 下回合 兄弟的点杀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 还有两个 诅咒之伤 神冬极其 你看啊 点别人了 小死亡 点了一手 石河岭啊 但是 组织之伤是给了武装冠 啊 这个 两个业务 清晨刚刚好 把对面石头给弄死了 恰到好处 这个点杀 这就是速度优势啊 关键方这边一到四处 一到四处 重复一遍啊 一到四处 鸟阵不白开啊 刚刚好 剩下两个 也落差 哎 还有一个 第三回合 关键方点杀能力很强 前面 诅咒之上 压了一手武装冠啊 后期 跟上 提前 骚扰了一下 再来一个四千六啊 差一丝丝血 业务清晨 一个刚刚好啊 叶国刹留下来的 这恰到好处 这回合 剩下一个啊 又是恰到好处 破血狂攻啊 应该是跟着对面的武装 但是下滑到了 魔王的身上 那这样的话 下一回合 对面的魔王 可能也有一些小风险了啊 三个回合 三个小死亡单位 这个点杀 太狠 有点小丝滑 小死亡 这回 电魔王 这就是观念方第二回合 就是那把诅咒之伤嘛 没有那把诅咒之伤 上一回合 可能一个叶罗刹 伤害就不够了 刚好够啊 有的时候就这样 做了一个提前量 然后伤害就够了 这场比赛卡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 那个叶罗刹神了 神了一个两三次吧 恰到好处啊 来一个连环戒 观念方这边也不贪心 点魔王直接上连环了 因为两个血神木要休息 前排又没有进攻型的宝宝了 对面卡了一个大惊 将魔王救起来 磁心再袭走 对面的人一个一个站起来 感觉兄弟这边的节奏要被断掉了 这一波没点到魔王 观念方节奏是断了一回合的 师父要休息 两个血神木出手 前排还是没有进攻型的宝宝 那这一回合应该会出一些进攻型的宝宝了吧 小草 再点盘司 一个跟魔王 一个压盘司 但是有指 再卡踏金 节奏被断了 节奏被断了 下回合对面武装怪也可以站起来 师父站起来也可以起飞了 化身寺的人心也跌起来了 起飞五千五 场上的局势再发生一个转变 所有的小死王全部结束 对面最好是第一时间把化身寺身上的小死王解掉 现在也只有一个师父 两个血神木休息 小床这回继续点石头 缓虚迷 服战的师父 他是没有163的 服战队的时候 他是带着剑步如飞 不带163 所以残血的话 很容易被针对 师父被飞了一圈以后 飞了一圈以后 还是继续被压到在地了 化身寺 速度太慢了 再拉起武装 但这个武装怪我总感觉也是有危险 直接上天地了 也是一个办法嘛 只要不中小死王 哎 就可以 慢慢的周旋 自动 血雨再跟 魔王再到地 两个输出断掉了 关家宫 也就暂时没有太大的压力 剩下的就是前排这波宝宝 关家宫亲不动呢 那宝宝你没办法 你亲不动 一万血 两个东西 一个有天地 化身寺有盾 哦 这是 要点化身啊 看一下是不是要点化身啊 石头连环接啊 果然是要点化身 下回合有两个血雨 啊 有两个血雨 两个血雨 不一定能点死啊 真的顶着会员伞 不一定能点死 哦 卡的是蓝药 这要是卡一个大巾巾啊 就难过了 来 看一下这波能不能点死啊 黄泉之蟹 先补一千八 走你三千六 差一点点 满血 血雨三千七 刚刚好 没化身色 这就是观察风 因为速度快啊 还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速度快 他可以两回合去贬杀同一个人 而对面又没法去做恢复 上回合我去连环戒啊 这回合两个血雨 一来 再来补刀嘛 还是一个 速度问题 但观察风这边代价也挺大 不过呢 能磁横 能磁横 流云 不给地府 一把磁横 救起化身死 小死亡 再挂石头 没有了 化身 没有了化身死啊 那对面石头的上限 也回不上去 回不上去的话 那也就是个 案板上的肉啊 就看观察风 啥时候去切它 随意拿捏 没了化身死啊 对面场上还是缺一个超高速的那种宝宝 有个那种隐身宝宝在场上 对其实特别影响观察风这边的进攻 之前 之前无情 无情打兄弟的时候 场上老放那么个宝宝 就是那种超高速的前速隐身宝宝 那种宝宝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说呢 在场上能卡着观察风的人物单位的速度 给自己的残血单位去 卡大金 就可能一个大金你就点不死了嘛 其次呢 它隐身了 你想把它清掉 那观察风地府就得去打鬼眼 地府你就去打鬼眼 但是就地府打鬼眼那一个回合 就那一个回合 其实特别影响兄弟前期的一个节奏 大家开场也看得出来 前五回合 兄弟几乎八把小死亡 前三回合 直接三回合连死三个 你那个宝宝在场上 他不轻他 他心里难受 就各影你 你轻他 你突然中间 前五回合 你打了一波鬼眼以后 你那个节奏就完全不对了 就那种宝宝 各影人 前五回合 他那一回合的时间 你别看小桥那一回合的小嫂时间 一回合的鬼眼时间 他不一定抽得出来 来小桥继续点盘丝 战敌夹上 啃硬骨头 来 雪石木也没雪雨 也是选择了家战里 就是硬批呗 静默的罗汉 有金金那可以 不过呢 话说回来 只要盘丝被批死 那稍后他面临的还是一个小嫂 毕竟化身是没了 毕竟化身是没了 你这个上线还是 回不上去 关照光随时 可以把你二次击杀 只要你敢拉起来 武装冠的天地 也是有滞后性的 他武术武装 你是个武术武装冠 等你打天地 可能这个人都被点死了 继续起飞 关照光处地厅 要把对面前面的宝宝处理一下 拉起盘丝 你看 下回后 关照光点盘丝就行 你武装冠着天地 无数 无数 反空一手地图可以 但化身似的速度 比地图速度快 场上又有迁速 直接解开地图 没意义 关照光场上 老有这些迁速宝处 你看这 还没等你武装天地呢 你这盘丝已经被点死了 所以你这个天地 很滞后的 对面武装 一想还是先给自己 保护起来 但也仅仅能保护他 保护他 三个回合 三个回合 换量防疫也可以选择 出个高宫宝宝 再加连环机 直接把你武装废了 不就完了吗 四号 到关照光 而且也可以直接开 无限地域 也可以 一把三眼 瞬机 加杀人力屁 瞬机 加杀人力屁 兄弟 你别看就这三板斧 谁也知道他怎么打 而且这个套路 也打了有个好几年了 就这三板斧 但你有我的时候 你就防不住 他就是个名牌 但你还就是防不住 这个就没办法 确实是 有一套 有一套 习ировать 习 attached 习惯 习进ải 拡散 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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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最后一个天地的武装冠 就冠了王随时 把他带走就完了 来大帝金刚 四千五 换须米输了 恭喜兄弟 恭喜生日不快乐 生日老师 老师不快乐 杀你一屁 就这还加个战敌呢 拜拜